泥巴失软 60多岁男子越陷越深 下半身卡在泥泞里 动弹不得 在腰上绑绳索 消防人员联合海巡署好几人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成功把人拉起来 因为站在泥巴上不好施力 距离岸边四五百公尺 往回走随时可能再次陷入泥泞 紧急找来附近施工的海上专用挖土机 受困男子搭上挖土机偷困 即使上岸了 因为受到惊吓 人不停发抖 披上毛毯 暖暖身体 还迅速提醒 海边意外事件频传 民众不要独自到不熟悉的区域 以免发生危险 大爱新闻 彰化综合报道 至于国内的疫情掌握最新的进度 今天没有新增病例 三天之内两度零确诊 这也让阿中部长表情稍稍缓和一点 但是对于台湾是否挺过了 清明连续假期的疫情危机 还是呼吁大家绝对不能够松懈 只不过既然没有新增病例 指挥中心今天提供了两个数字 给大家参考 一个是台湾的致死率 现在是1.52% 跟全球的6.5%相比较起来 相对比较低 另外台湾确诊者的康复率 有将近四成 我们的确诊案例 仍然维持395例